車水馬龍 返鄉車潮擠得水洩不通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到來 美國在線交通最繁忙的一天 許多民眾提早出門 就因為怕遇到塞車 美國汽車協會AAA預估 今年返鄉人潮將高達5500萬人 幾乎回到疫情前水準 不過油價高的嚇人 這一塞車燒的都是錢 有的民眾搭飛機返鄉 雖然票價比去年貴超過四成 紐約機場還是滿滿都是人 根據調查通膨下今年是美國37年來最貴的改恩節 如果以10人份12道菜來算 今年成本大約是64.05美元 儘管如此 德州一個兩千人烹飪團隊 為美式足球隊 達拉斯牛仔隊和粉絲準備改恩節大餐 端出整桌佳養 用美食散播 改恩氣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參加是不是國際閣督洛 �rest野瓶 都改一個六一席 飢養 空 quais 你怎麼會 你每對